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用一个玲珑杯 不过首先你一定要把茶在这里撕散 我们叫这个醒茶 像喝红酒那样 早起喝之前一个星期已经撕松了 然后你就用100度的水冲下来之后 将上面的一些泡都要冲走它 因为这是浮沉 你现在带着去这里浸它 带着两分钟左右 然后你就将它等到这里 第一泡的茶我们是不喝的 然后你就在这里静止给它五分钟 因为它要慢慢吸水 然后才可以再发芳到茶香 到再冲的时候 以后冲茶 都用80度的水冲了之后 你等它是五秒钟 五秒钟就可以了 那为了时间关系呢 我在这里已经冲了有几种的茶 是由五秒 跟着是十秒 到一分钟的 那茶色是有不同的 因为味道是会有不同的 那你就试一下 看看哪种适合你的味 你用这种方法来冲冷 喝茶是对身体有益的 可以使用你的腸胃 请大家热心支持买茶 请打电话 27165773 和腎藏基金去买茶 或者下注QR Code 那张认购的表格 很多谢大家